所以,榴莲這個水果 喜歡它的人就特別喜歡 那,你喜歡榴莲嗎? 喜歡 什麼? 學長,您是真的不用你幫忙了 太麻煩了 那好吧 那要不這樣,明天我去找你吧 我們討論一下 謝謝 誰電話? 莫學長,怎麼了? 你們講電話講這麼大聲 我在外面都聽到了 什麼事這麼開心? 因為我突然發現 好像世界上除了你不盡人情以外 還是有很多溫暖的人 隨便給別人溫暖 恐怕也不是什麼正經人吧 怎麼就不是正經人了? 你吃醋了 我需要這種低級情緒嗎? 顧熙熙 出來給我讀書 ,你今天閒典 如果你想想知道故事的全部內容 我 emit spoiler 可以查到我網友頻道 μο rain 可 爱 可 爱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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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两句错这么多 是因为我在这里 让你感到紧张吗 不是 这个财经的书我没有读过 问你个问题 在你眼里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大榴莲吧 你是说我很臭屁吗 对啊 所以说每次看到你 都要躲得远远的 我再给你一次说话的计划 你想啊 你想 榴莲啊 她这个身价跟地位 都可以称得上是水果之王 就像你一样 身价不菲 出身高贵 但是太臭了 而且全身都是惨 然后呢 然后就是 你看啊 一旦有人接受了这个榴莲的气味 就会 无可救药地爱上她 所以榴莲这个水果 我喜欢她的人就特别喜欢 那 你喜欢榴莲吗 喜欢 什么 不是的不是的 那个榴莲太贵了 我就不吃了 我觉得香蕉苹果会好一些 顾兮兮 又怎么了嘛 就是吃不起啊 我们继续读行不行 给你读啊 想要变得富裕 证明你不甘平庸 就是这个榴莲 你是不是 因为你是不是 来